冰糖葫芦 今天我们做一个家庭版的冰糖葫芦 做法非常的简单 就是准备一份糖 一份水 糖和水的比例是1比1 清洗草莓的时候 在这个水里面放一勺盐 这样可以杀菌 因为草莓它很容易生寄生虫 所以用盐水泡一下 会比较卫生 然后将它的叶子取下来 剃不用摘掉 剃摘掉的话它容易进水进去 等一会儿做的时候就不好做了 有的朋友他觉得这个草莓 好像带叶子做出来会更好看 带叶子其实经过那个糖高温烫了以后 它的颜色会变得很深 不好看的 所以我把它取掉 泡个三五分钟 然后用清水将它冲掉 不用搓它 用水冲 让它的水分擦干 然后给它擦上一个牙签 这样比较好拉 显麻烦的你也可以不用擦 吃多少你做多少不要一次性做太多 这个一次性吃不掉的话它就化了 准备小一点的锅 先将水放入 如果先放糖的话它容易受热焦掉 所以我们先放水 然后再将糖放入 水和糖的比例是1比1 这里我是用的150cc水和150克糖 好 你怕它连锅的话 如果怕它粘锅的话 我们将它这样的晃动一下就可以了 起泡泡了以后 千万不要用筷子去搅它 因为我们裹的时候 就要用这一层泡泡 这样它刮的比较少 刮的糖比较少 看它颜色变得微黄以后 立马将这个火力关到最小 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做好以后 将它放到一个不粘的菜板上 就是数量菜板 或者说是铺上一层油纸 做的时候要注意不要烫到手窝 做好了 待它冷却以后 要尽快吃掉 因为它时间长一点 就会融化 尤其是开了空调的房间 一个打开 一个打开 妈妈只吃一个 一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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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